听了PDPA这样多的这个措施 我在想公司内还有哪些信息需要注意的呢 有啊 比如说你公司的财务状态啊 你公司的业务秘密啊 还有你公司的一些敏感的资料啊 一些业务的信息啊 这些都是一间公司很致命的部分 虽然政府强调PDPA 强调你保护你的客户的个人信息的重要 但是呢 你公司的其他的这些信息 实际上对你也是非常重要 对啊非常重要啊 对吗 因为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把这个资料给泄露出去 因为恐怕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甚至搞不好公司都会垮掉的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会多多少少会教你怎么去注意到这一方面的 那这个课程呢 有一个好处是 我们不管你是数码化了 因为现在政府在强调数码化 那你的公司有没有数码化 那这个当然我们会提醒你怎么去注意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要教你怎么把这个PDPA所规定的 这个保护个人信息的这个隐私运用和收集的这个部分呢 得到妥善的照顾 所以呢 来上我们这个课程 你就会得到这全方位的这个信息 那扫描一下我们的这个QR码 那就是我们里面的资料 上课的资料都详细的列在里面 日期还有那个收费 那